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中有一句 祭主神通名六合 请问师尊 六合是指哪些 哪六合 祭主神通名六合 指哪些 六合是指哪 六合什么叫六 他意思是讲 问什么叫做六合 应该有人知道 什么叫做六合 以前有六合彩 有六合彩 当然不是指六合彩 祭主神通名六合 这个第一句的话 所谓的六合 我们指的是空间 东南西北上跟下 这是空间 东南西北跟上跟下 就是六合 就是六合 这回答你六合是他具有的神通 能够在整个空间里面都可以用得到 在空间中 在空间之中 这个弥漫了神通的力量 第二个问题 曾听师尊开示 农历二业或十一业出生的精神病患者 也要是金母教 师尊不要救 因为他们是带着业来受苦的 救也救不好 请问师尊 生活经里有一段写 若有极恶残生 前世因果业霸 鬼神病等 受持本经 应施本经 记得灾恶消除 病言历解 请问师尊 弟子之道 照生活经写的 持送生活经 及应施生活经 回向给精神病患者 是否可以减轻 精神病患者的业障呢 弟子一面 恳请求师尊 持别开示 关于这个农历二业 或者是农历十一业 出生的精神病患者 我这是根据经验 我自己本身 帮助众生的一个经验 很少人提到 是农历二业的精神病患 农历十一业 出生的精神病患 他们很难知 很少人提到 是我自己本身 开始在 不失众生 救度众生的时候 我自己体会到 二业出生 农历二业出生 农历十一业出生的 精神病患 我真的是用了很大的力量 都没有办法去救 另外还有一点 患精神病患 六年以上的 也很难救 只要他精神病患 已经 他的病 病历已经超过六年 就很难救 我以前 救这个精神病患 是非常有名 那时候我在台中 台中有一个静河 静河医院 静河医院的医生 静河医院就是专门 收容精神病患的医院 专门治精神病患的医院 那里的医生 跟病人讲 他说我们这里对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够用药 把他关起来 他在发的时候 我们用电机的方法 用电机的方法 其他我们没有办法 那病患的家属就问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 那你不妨去试试 去找那个卢圣燕 那不妨试一试了 我便不是用药啊 便不是用什么电机棒啊 或者什么东西去治疗 那个精神病患 我这个方法是民俗疗化 讲一个简单的就是 民俗疗化 民俗疗化 我给你喝水 喝水 要我给你加持 给你加持 给你喝水 他就会好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这样就会好 而且好的人相当多 所以我那时候 在文章里面写了 用火车来站 医治精神病患 可以用火车来站 你上了 火车可以站很多人 表示我医好的精神病患很多 那时候每天早上 这个打开门 哇 外面站了 有的用锁铐铐起来 用脚疗锁铐的精神病患 那是会打人的 这精神医院里面用 脚疗锁铐铐出来 因为他很凶猛 会打人 都拖到我家来 有一次我在西雅图雷藏市 也有一个精神病患 进了那个我们西雅图雷藏市 加州来的 一个女生 长得很漂亮 然后我给他摸顶家族的时候 他突然间两眼 往上一看就变成很凶 而且枝牙裂嘴 枝牙裂嘴 哇两只 两只手就像那个 那个一样啊 冲上来 阿弥陀 或者 那时候在雷藏市拜拜的人 全部都跑了 赶快跑 大家看到精神病患 哇凶起来是这样子的 他静起来是很好看 这凶起来 哇 就像凶神恶煞一样 那时候 刚好 那个玄奠上帝下来 玄奠上帝下来 让我帮他 就回到加州以后 他就 好了 我们有一个同盟 不要讲 不要 说不定有来 他的女儿 经常这个 那时候 得到很重的那个 那个 应该讲起来是附身吧 有一个东西附在他身上 他没有办法自主 他的女儿没有办法自主 他动不动 他就哭 哭 哭 我刚刚吃完饭 在那个 西雷的餐馆 吃完饭 走了出来 看到他在哭 那我就 朝他的背上 拍了几下 就 用姚思吉姆的力量 拍了几下 拍的力量也相当大 现在拍的力量相当大 拍了 他就安静了 回去了以后 就好到现在 太多精神病犯了 现代的社会 就是这个 这个样子 因为我拍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这个从他的身体里面 就叠出来 一个影子 一个黑影 然后这个黑影 一下子 咻 就跑了 所以有时候 要除去这些 真的 这个 一般来讲 什么叫冲犯 冲犯 就是鬼在那里 你看不见 你走过去 他就依附在你身上 这个就是冲犯了 或者你根本没有走过去 你跑去自己冲犯 你跑去自己冲犯 或者是他来依附你 这个就是属于冲犯 我们称为鬼神病 称为鬼神病 这位弟子 这位弟子跟他的女儿 也是经常来参加我们的同修的 他们都已经好了 都已经好了 这个冲犯 南门有 很多 很多的 另外 那个 我一号 一号 那时候台中图书馆旁边 一个卖豆浆的 叫豆浆大王 豆浆大王 医这个人很重要 因为他也是到处求医 求了三年都治不好 后来到了我那里 我给他治好了 这个人 他认识 那时候大明中学的校长 认识台湾日报 那时候台中有个台湾日报 一个董事长 我医了好了这个太太 他们讲说 真的 所以大明中学的校长 这个卢金华 他那时候的教务长 叫做卢申华 他们是兄弟 卢金华 卢申华 他们是兄弟 经常 跑到我家里来 这个问事 有什么疑难杂症 都来问的 那台湾日报 因为我医好了 豆浆大王的太太 台湾日报的那个 董事长的夫人 还要他的儿子 这个 请卢申宴到台湾日报 写专栏 就是零的世界 零的世界 我写了专栏 就是零的世界 我在台湾日报有连在那时候的专栏 叫零的世界 是因为 对啦 那一号豆浆大王 豆浆大王现在移民在哪里 在加州 在加州 还有一号很多 数不清的 师母看见我跟那个 你的那个格斗 跟那些女生 那个女生来 他这样子的 他也是张牙五爪 结果也就结这个雷印 这个叫做五雷印 哈一口气 然后脚蹲一下 这一顿 然后你的 本来是张牙五爪 突然间 定住 然后往后倒 往后倒 倒在地上 就醒过来就好了 然后就 他就坐在我旁边 他醒过来以后 他没地方坐 我有一个桌子 我有一个椅子 他居然挤过来 跟我坐一起 哇靠得好紧哦 这女生真的长得很漂亮 这是唯一 师母没有吃醋的一次 因为这女的是精神病患 他精神病了 难得有这种机眼 难得 这个 耶稣是有救助精神病患的 他是这样子跟那个女的讲 我用上帝的命令 让你身上的鬼离开你的身体 我用上帝的名 让住在你身中的鬼 离开你的身体 那些鬼就离开了 就跑到猪的身上 结果一群猪跳崖至上 你看过那一段的 新耶全书里面的 那一段的那个记载 这个女的听说 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是坐在耶稣的旁边的 那个是一个女的 坐在耶稣旁边的 耶稣也觉得 大概很舒服吧 那个女的自豪以后 她就不离开耶稣了 在她红华的几年当中 都跟着耶稣的 那个女的 就在那个 最后的晚餐 那一幅画里面 是谁画的 达文西的 最后的晚餐 跟十二门徒 最后的晚餐 那一幅画是谁画 你们这里没有写画的 达文西 一个画家画的 最后的晚餐 旁边 耶稣旁边 那个是根据 那个达文西密码里面 所讲的 那个女的 就是她 自豪的精神病患 一直跟着她 我是 哄瑶茨基姆的利令 或者 哄六甲神将 六丁神兵 积积如利令 神兵神将 积积如利令 然后 拍背 那个鬼就跌出来 那就会好 鬼如果不出来 是动物灵 羊的灵 那很简单 拿那个羊的饲料 在她面前 羊就跑出来 吃那个饲料 我在她的身上 再做结界 就会好 那么二月跟十一月 出生的精神病患 我常常救不好 所以这是我的经验 别人 大概没有这个经验 其他的 你看不到这种经验 《真活经》里面 有提到 若有极恶 缠身 全日 因果 业报 鬼神病等 受持本经 应施本经 既得 灾恶 消除 病言利解 是啊 因为印经 是有功德的 印经的功德很大 你印善书 印经 功德都非常地大 是解答 这个 Otraylian 莲花梦宁问的